第53章 过了一段时日 蓝青青的身体已能下床走动 这让一旁细心照顾的礼品非常感动 蓝青青由衷地感谢礼品 以及大家的帮忙 她才能顺利地生下小孩 并希望礼品能带她去见明王大人 有些话她想对明王大人说 于是礼品带着蓝青青去见清雪 蓝青青一见到清雪 立刻跪在地上替萧锦华求情 说自己愿意帮明王大人做事 来抵消萧锦华犯下的罪过 清雪问了蓝青青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吗 蓝青青回知道是抓鬼 清雪说 鬼魂分很多种 有轻面獠牙 有狡诈邪恶 那是他幸运遇到肖锦华这个痴情鬼 如果要加入他们 他可要想清楚 未来遇到的鬼会是哪一些 但蓝青青不惧怕 死自己连鬼子都生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听完话后 清雪沉思了一魂 才答应了蓝青青 指蓝青青的个性 稳重 成熟 有他在李瑞颖的身边 他才能放心的去做他的事情 话一出 李萍反应大了问清雪 是要走了吗 清雪回 当初他来人间的目的 已完成了 现在就剩杀死红旭 但时间过去那么久了 人间却没有红旭的踪迹 他怀疑红旭可能逃往其他的地方 他想先去邀界查 顺道看一下雪破 需不需要帮手 李萍又问清雪 会很久回来吗 清雪不回答 手一挥 变成穿汉服的冥王大人 蓝青青见清雪要走 着急地问 他还有机会见到肖敬华跟孩子吗 清雪浅且一笑 问他会帮他照顾好李瑞颖吗 蓝青青想也没想 立刻回答会 清雪丢下一句 他很重要 扁消失不见了 李萍想要再问什么 也来不及了 因为眼前早已空空无人 李萍无奈 只好搀扶了蓝青青回房间 晚点 把清雪去邀界的事跟大家讲 周天奇一知道 清雪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开心的鼓掌说好 完全没察觉到 李瑞颖震惊的表情 李瑞颖不可置信地看着阿里 阿里明白李瑞颖的心思 讲了一句 他去问清楚 也不见了 看着周天奇欢乐的模样 李瑞颖心里一阵难受 不发抑郁离开位置 蓝青青悄悄地跟上他的身后 李萍不悦要周天奇停下 是没看到李瑞颖知道清雪走了 心情很不好 周天奇却理直气壮地说 那种色狼走了就走 有什么好难过的 留下 他才要更担心闺女 有什么万亿 这话听在牧城神尊的耳里 挺刺耳的 手一施法 周天奇的嘴立即的和尚 无法开口讲话 牧城神尊恶狠狠地 瞪向周天奇 咬他闭嘴 清雪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有目共睹 要不是清雪 守在李瑞颖的身旁 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恶鬼 早就想对李瑞颖下手了 只周天奇不分轻重 愚昧至极啊 恨一声地回到鱼缸内 施中坤气得脸红脖子出了 要不是看在李平的面子上 他早就拿出符 对付了周天奇 恨一声地转身就走 施文奇也忍不住了开口 说周天奇太小心眼了 清雪哥这段日子 是怎么对待李瑞颖的 大家都很清楚 只有他眼睛瞎了 真是插劲的鬼 也哼一声地离开位置 周天奇被大家骂得一头雾水 不停地向李平发出求救的信号 李平也很生气啊 说他当下知道清雪要走时 想办法要留下清雪 因为他知道清雪在李瑞颖的心中 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周天奇这么笨 看不出来清雪对李瑞颖的重要性啊 叹了一口气啊 不理会周天奇 往厨房走进去 周天奇烧烧自己的头 内心的低谷 大家干嘛都骂他 他保护闺女不对吗 第五十四章 清雪走了好几天 李瑞颖的心情一直很郁闷 施文奇讲了好多的笑话给他听 但他不是苦笑 就是面无表情 让施文奇很担心 蓝轻轻见李瑞颖这般销售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他不知道明王大人跟李瑞颖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但明王大人将李瑞颖托付给他 他定要守住自己的承诺 不让明王大人失望 所以想到一个法子 让李瑞颖转移注意力 跟大家说 他决定加入抓鬼联盟 而且他想在网络平台设置一个账号 来记录大家抓鬼及鬼魂的事 让普罗大众对鬼魂的事 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话题成功的引起李瑞颖的注意 一方面他很开心蓝轻轻的加入 另一方面就是网络平台的事 他觉得这个方法好 这样大家就会对鬼有更多的了解 并不是所有的鬼都是坏鬼会害人的 像淼淼 他是地府里 但他从未害过人 反而尽自己的力量去救人 想到这 李瑞颖惭愧了起来 这几日一直沉浸在清旋哥的事里 没有准备饼干跟可乐给苗苗 明日得过去店里看一下苗苗 诗文奇见李瑞颖的脸色不好 关怀的问他怎么了 李瑞颖才说自己疏忽苗苗的事 还有他想把苗苗的故事放在平台上 让大家知道 诗文奇说苗苗的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提议在店外设置一个看板 上面写着苗苗的故事 问大家觉得好吗 李平担心家长看到后 会灌输孩子这里游滚很恐怖等等的话 这要是让苗苗知道会很伤心的 蓝青青倒是觉得故事只要写得动人 让看到的人起恻隐之心 同情苗苗的处境 这样就不会是反效果了 于是诗文奇去拿纸跟笔 李瑞颖把苗苗的事详细的讲出来 蓝青青看诗文奇写的如何 有时会添加几句话让诗文奇补充下去 诗中坤看到他们三人忙碌的样子 他很开心孩子们长大 有自己的主张 但想到别处 眉头不由自主的皱了起来 竟悄悄的离开位置 李平跟周天琴 察觉到诗中坤的异样也跟上去了 牧城神尊看到李瑞颖终于露出了笑容 内心的佩芙兰青青 难怪清玄会选她 她的确比诗文奇来得稳重 有她二人陪着李瑞颖 清玄确实能放下心了 却找寻红旭 红旭一天不除掉 始终是个隐患 谁也不知道未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李瑞颖三人把文稿拟定好后 蓝青青用自己熟悉的绘图软体 设计了一个美观的图稿出来 大家轮流看过后 纷纷赞美蓝青青的人力增强 怪不得她说要在网络平台设置账号的事 原来电脑是蓝青青的强项 蓝青青不好意思 说自己的兴趣就是画画图逛逛网页 接着请施松坤在她回原本的住处 整理一些衣物跟书籍 有回到李平家 因为她打算住下 和大家在一起 也不等月子坐完便去学校上学 因为她不想被留级 她想顺利的毕业 然后早日的尽自己的所能 帮助大家 大家看蓝青青这么固执也顺着她 李平知道蓝青青为什么会这么拼 她知道自己劝不动蓝青青 只好每天晚上炖补汤 帮蓝青青补身体 而李瑞预自从蛮看蓝的事后 她渐渐的望却青玄不在身边的事 有时候夜深人尽时 她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发呆 她想问青玄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理她 是她做错什么吗 但这些问题一出来 她又马上摇头 不让自己去想这些 因为日子要过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 要去做 在妖界一个阴暗的森林里 有两个暗黑的影子 似乎在谋划什么 先出生的是女子的声音 她问着眼前的人 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回答的人居然是红续 她说躲在妖界那么久 为了就是让青玄掉入万劫不复的陷阱里 现在青玄已掉进去了 但还不够深 要女子先行动 她一定要让青玄尝到私心裂肺的痛 女子不管红续跟青玄之间的恩怨 她只重视自己的利益 要红续别忘了答应她的事 否则私心裂肺的人 会是她 红续表明自己没忘 一定会遵守承诺 说她躲藏太久 也该出面了 在人间 渺渺的看板完成后 施文奇按照蓝青青的指示 把板子放在店外的玻璃上 询问蓝青青的位置对吗 蓝青青指挥师文奇方向 李瑞领和苗苗苗站在一边看 李瑞领开心板子终于完成了 虽然不知道效果如何 但还是希望有人能被苗苗的故事所感动 了解鬼魂并不可怕 望向李瑞领的侧面 苗苗说她笑了 李瑞领不明就里了看苗苗 苗苗只向李瑞领的脸 再次的说她笑了 李瑞领动动嘴唇 不说话 继续的看蓝青青跟施文奇 自从看板装好后 引起的回应并不好 大部分人的反应 和李平当初所讲的一模一样 说这里有鬼 不准小孩靠近这里 咖啡店的生意越来越差 李平倒不担心生意 因为房子是她的 又不必缴电租 客人少了 她就不用那么忙 这结果虽出乎蓝青青的预料 但蓝青青不气馁 毕竟鬼可怕这个观念 早已深耕固地在人心里 她相信时间久了 人们就会对鬼魂改观的 看到蓝青青自信的模样 李瑞领也相信了 端着饼干跟可乐 一样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坐下来等苗苗 过一会儿 苗苗出现在眼前 胆一直低着头 李瑞领安慰了苗苗 别这样 结果还没到最坏的地步 一切都还有希望 大家都在努力 她也要加油 听完 苗苗才抬起头 虽然脸谱还是苍白 但在李瑞领的眼里 心里 苗苗是最帅 最乖巧的孩子 李瑞领欣喜地看着苗苗吃饼干 自好没发现到身后走来一对父子 小男孩捧着一束花 拉拉爸爸的手说 哥哥在那里 男子牵着小男孩 靠近了李瑞领说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李瑞领听到声音 回过声了 见到一位穿着斯文的男子 和一位小男孩 礼貌的问对方 有什么事吗 男子才出几个月前 这里发生车祸 他太太跟小孩被车子撞到 他太太因伤事过重 不幸的去世了 他儿子奇迹的只受到轻伤 醒来后 一直跟他说是哥哥保护他 可他问过警方 现场根本没有其他的小孩在 以为儿子是在胡言乱语 后来听到别人说 这里有一个小男孩的鬼魂 在守护这个路口 不让人发生意外 他才想带儿子来这里看看 李瑞领听到男子的话 开始回想起几个月前的事 一个画面闪过 他才想起来 那时候他跟大三在外面聊天 有台车撞到一对母子 他也是在那时发现渺渺的存在